說 一下下就好 不太不痛 我通常會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是很痛很痛 你也知道 沒有報應 終於承認了 所以以後我都跟別人講 一下下就好 不過很痛喔 我用的是第一代的 我記得我50歲的時候 50歲去找 兩年前 因為那時候第一代 他們說那個探圖 就是第一代的 就是不是像現在 沒有那麼痛 他很痛 那他說 乃哥你會忍痛 我想 我平常就蠻能忍痛的 而且以前沒有擦麻藥喔 他說 他就給我兩個壓力球 你知道 我就躺在那個 像手術台一樣 還打 而且以前畫格子喔 以前臉打的喔 那格子 格子 他要按照這個一個一個打 我告訴你 你如果是情報員 什麼都糟了 那個很新時代 我真不騙你 他的每一發 一打就 滿金石大褲型 我跟你講 打完整整兩個小時 因為邊打邊休息啊 我告訴我 內褲都濕的 用力活動 我發誓我內褲都濕的 兩個小時 痛苦 那現在喔 因為越來越... 那個機器越來越新 就真的沒那麼痛 不過我告訴你了 真有效 你打完馬上看到拉提的感覺 我真不騙你 所以那個比較痛的比較有效 我可以講實話 像你的腳越痛越有效 你的腳就是越痛越有效 你如果讓他痛 你可能坐四次就結束了 不能坐 撐不住 我四次命都沒了 好猛喔 對啊 我太痛了 其實婦產科一般女生來看 她基本上她會害怕 這是正常的 尤其上次 大家有一個年輕的二十歲女生來 她就是 她就來了 那來我們就說 那我們可能要檢查一下 內診一下 她說內診 我就很害怕 我說那你有沒有做過抹片 就像做抹片 她說我上次做抹片的印象非常不好 就很痛 很害怕 後來就好不容易勸她上去 我說內診沒有那麼誇張 對啊 你就慢慢來就好 然後我們把她壓嘴撐開來 她就開始在那邊緊張 我一看到原來子宮頸 大概有一個 差不多像一個小指頭的息肉 那你就看到 原來你這個地方在出血 那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切掉就好了 她說切掉 就一個小小的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會在門診會有一個這樣子 專門做切片的一個器械 那這個器械就伸進去 我就說我大概就跟她講說 我們會有一個像一個 切片的夾子 進去把你那個息肉夾下來 是 把剪掉一樣 你就跟你講就好了 就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她說什麼 你要用這個放到我下面裡面去夾 那會痛死啊 然後她就很緊張 跟她在講的時候 她其實已經有一點歇斯底 腳在那邊抖了 那物理人員當然就會幫她 你不要緊張 你按耐住 你這樣反而你會危險 那我們當然器械要上去之後 都要拆 它是有包裝的 那你在拆包裝 就有那種器械 輕輕輕的聲音 對 她就更緊張了 就更亂夾了 你知道嗎 我說你放心中 你深呼吸 你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那個就一下下而已 當你 我說我準備要開始了 然後一夾下去的時候 她就大叫一聲 這是什麼 我說你發生什麼事 然後同時腳又夾起來 你知道嗎 是緊張嗎 她還夾到我的頭 你知道嗎 卡到這邊來 我說你不要緊張 你這樣真的會危險 她快把她放好 然後下來想說 你都騙我 你跟我講不會痛 明明就很痛啊 然後我說 真的有那麼痛嗎 她後來就慢慢起來 說其實好像也沒像你講的 那麼誇張 對我就說你這樣叫 你外面的病人都被你嚇倒了 後面的人都不敢進來了 對 有時候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我們就做個切片 那你的問題就會解決了 所以有時候是 真的是這樣講 不是那麼誇張的 真的一而言 有些人就天生 她比較敏感 比較緊張 對 對不對 我有一次就是掌針眼 掌針眼大概都知道 如果去看的話 有一個醫生就說 那你就擦個藥 吃個藥 然後他就會慢慢消了 然後我就這樣吃 真的 果然有消 可是問題是 他還是會有一小顆 尾巴就是 對 然後我想說那為了美觀 因為我本身五官還算 沒有再差美觀 算端正 然後突出一顆 太突出也不好 我跟你講那叫 是 然後我就說 我就再跑去那個診所 我就問那個醫生說 那我如果想把這個給弄掉 可不可以 他就說這個很快 我跟你講一下下 十分鐘以內就搞定 十分鐘 一擠 跟青春都一樣 還這麼複雜 對啊 然後我就 我又不是小聲 對 然後我就OK啊 他就第一下 他那個麻藥 一打 戳到那裡 齁 我就整個 你騙人 很吵 眼淚飄出來 很吵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 就這一下而已 之後 我保證不可能回到 不會再痛 對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 要挖這個 要挑 對 挑 然後開始 我就覺得 好像有人拿那個 其實有打麻藥 可是感覺就好像 有人用刀子 在刮你的眼睛 刮你的嘴子 裡面很用力 對 然後 然後醫生又給我睜眼 開始給我手下 因為我長睜眼了 他手眼又說 他就開始說了 你這個男生 怎麼會在那邊痛成這樣呢 然後再來就說 你是不是同案型 人家洗澡啊 然後他就... 然後我已經 在那邊 這裡話唬爛 快死掉了 然後他就講一些奇怪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痛根本就是 痛到一個不行 會哭喔 而且我眼淚是不自覺的 就這樣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然後我就覺得說 後來我就覺得 我很後悔 聽他的話 我應該一直抹藥就好了 就擦藥讓他自然 他就會罵他就好了 耗時間啦 對 不要自求快 你太急了 真的沒有在意 他後面就講一些什麼 你這個你就是拖太久 他就是變硬了嘛 你看啊 你早點來 你早點來擠就沒事了 好啦 一下下好了 你看 然後就叫我走 還湊泥呢 對... 我們也... 醫生也不是希望你們會痛啦 只是有些... 某些疼痛是不太能避免 之前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耳鼻喉科 基本上 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 所以基本上門可羅雀 一整看個兩天 對... 所以就... 那時候就是來了一個 二十幾歲的一個大學生 他... 一副就是他很... 喉嚨超痛的 他痛就是... 痛到而且還發燒 甚至會發抖的那種感覺 可是因為我們耳鼻喉科 一定要幫你看嘴巴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診斷 對啊 對... 所以... 我那時候就集中生治 反正也沒有病人啊 所以就跟... 部理師就是... 我們就用一個廠商之前的一個 留下來的壓克力板 然後我就去把那個防護衣 就用雙面叫貼在上面 然後上面就... 裡面就... 放那個... 我們洗碗用的手套 這樣子做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好的防護... 那個病人不多 還可以這麼尷尬 TCR的那個... 就是已經嫌到可以DIY了 自製TCR窗口了 對... 然後就是... 就這樣子做 我自己... 自己土砲做出來的那個隔板之後 幫他看喉嚨 然後也不看 可是一看就覺得 這個很危險 它不是只有單純的感冒 或者是新冠肺炎 它其實是叫... 因為我扁桃腺我化膿是會... 在嘴巴裡面嘛 扁桃腺在嘴巴裡面嘛 對... 可是它化膿是會排到 我們的喉嚨裡面 所以其實它不會... 有什麼生命危險 可是周圍農養是 它扁桃腺在肉裡面那裡 有積膿 是... 如果肌膿的時候 它可能會流到脖子 脖子裡面 皮下 然後甚至會流到胸腔 有的時候會造成你有一些 心臟的發炎 甚至會致命 對... 那個時候就給它兩個選擇 第一個 你可能要去醫院 大醫院 那個大學生聽到醫院就嚇死 醫院好多確診什麼之類 第二個選擇 那我們就在這裡治療 可是就是我們需要用那個... 針幫你綁籠抽出來 我就叫護士拿針 拿那個針筒跟針 然後護士就一開始拿給我這個 然後大學生看到我說 還好 我說沒有 他拿錯了 不要拿這個 這種 所以就是拿... 他一看到我就問我說 醫生這個會不會痛 我跟他說 我會幫你噴麻藥 然後接下來我就沒有講話 我不喜歡騙人 他就噴過去了 我會幫他噴麻藥 我會幫你噴很多麻藥 然後就這樣子 就是將他嘴巴張開 然後操真 他扁桃腺旁邊的地方這樣子 搓進去 往後抽 抽了10CC出來 這麼多啊 對... 裡面就積了那麼多 而且還沒完就是 要進去 然後再用那個鑷子 把他的那個傷口給撐開 然後他膿又一直流出來 對不對... 開完...就是弄完之後 他立即就是覺得 喉嚨痛就消掉了 是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這個就幫你開個抗生素 還有一些消腫回去吃 然後他把整間的門關上之後 我就聽到啪一聲 他在外面昏倒 因為太緊張 而且他已經 對 後來就是神經心休克 就整個倒下去 最後他就多 在我診所又多愛一針 幫他打電梯 我都打給電梯了 對 休息了一個早上才回家 有時候真的會痛 可是這個有時候是必須要的 不然你就是要去醫院開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怎麼會按下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 多謝 0